莫少,夫人他又走了 作者,围城 演播,田小莫 莫少,萧雄 第二百五十集 上次的事情,是我太过冲动了 确实纵然有错 我不该那样说你 你就回来吧,帮帮我 我实在是找不到第二个像你这么优秀的心理医生了 齐君开始低声下气地哀求着薇薇安 毕竟他跟宋远的相处还是有效果的 而此时的薇薇安根本不想再搭理齐君 我不去 难道我还要再被你们两个侮辱吗 你最好去找别人 再找我的话 我说不定会给他下毒 会让他不得好死 不知为什么 这种恶毒的话从薇薇安嘴里说出 齐君根本就不信 他还是了解薇薇安的 虽极度心强 但还不至于做伤天害理的事 他更是站在薇薇安面前说 绝对不会再出现上次的事情 我一定会好好地让孙软尊重你 不再胡闹 你也可以对我进行一些批评跟指责 只要你能留下来 任我做什么都可以 哦 是吗 什么都可以 那你可以跟我谈恋爱吗 可以跟我结婚吗 可以为我的青春负责吗 薇薇安的话一下子让他哑口无言 齐君确实做不到这些 你能换个要求吗 除了这些 我都可以答应你 听到这儿 薇薇安心里的小火苗又燃了起来 好 那你可以跟我完完整整地约一次会吗 如果你答应我就回去 如果你不答应 我们就算了 听到这儿 齐君不得不开始纠结 他到底要不要答应这个要求 可如果不答应的话 他就很可能会失去一个 严谨又负责任的心理医生 几番纠结之下 齐君终于决定 答应薇薇安这个无礼的请求 好 我答应你 但是不能做出格的事情 我们只是简单地出去吃个饭 你答应的是我的约会 我想怎么安排是我的事 你只需要照做就是了 一天时间不多 你好好配合 听到这儿 齐君感觉 自己被薇薇安挖了一个坑 掉了进去 但是为了以后 长远打算 他还是答应了 薇薇安直接将齐君 带去了一片薰衣草花田 这里花香弥漫 空气清新 让人忘却一切烦恼 而一直在照顾宋人的齐君 也已经好久没有接触大自然了 他每天不是在忙工作 就是在照看宋人 生活都是两点一线 突然看见这大片大片的花田 心情也一下好了起来 以前他总想着 治愈宋人 却没有想过 自己其实也需要被治愈 走到花田的一瞬间 薇薇安默默拉起齐君的手 齐君 你说如果七年前 你跟我能够主动一点 勇敢一点 说不定 我们就真在一起了 齐君感受那双手的炙热 拼命地想要放开 但奈何自己已经答应薇薇安 要跟他一日约会 所以强忍着 没松开他的手 只好这样一直拉着 过去的事情 又替他干嘛 现在我们都应该 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样就够了 你终究还是在逃避 可你知道 其实最需要 心理医生的人 不是宋人 而是你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你一直在治疗宋人 可他除了 心智比平常人低一点以外 他现在的生活 是最开心的 但你每天都在焦虑之中 工作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松软的病又让你自责不已 你说需要治疗的病人 到底应不应该是你 说到这儿 薇薇安的双手 就趁机搭在 齐君的肩膀上 他更是将 齐君的身体转过来 看着他说 齐君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难道比不上一个 萍水相逢的女人吗 更何况 他现在根本没办法跟你幸福 我保证 如果你跟我在一起之后 我绝对不会伤他半分 你想一直照顾他 就一直照顾他 我也会跟你一起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我可以不要名分 可以当你的情人 我也可以帮你一起 让宋人恢复以前的样子 薇薇安的话 让齐君很是感动 这是第一个 如此为他牺牲一切的女人 他本就心软 对于薇薇安这个老同学 也是有感情的 虽然比不过宋人 但是在这么一次又一次的推动之下 他也很难再拒绝自己的内心 看着他说道 薇薇安 我真的没有办法像爱宋人那样 完全地爱你 就算是这样 你也接受吗 看着齐君终于被自己拿下 开始妥协 薇薇安别提多开心了 他直接将自己的唇附上他的 我只需要 你稍稍一点喜欢我就够了 只要你接受我对你的爱 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齐君 你可知道 我等你说这句话 等了很久 我还是有些负罪感 我总觉得自己这样做 对不起宋人 毕竟他是因为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名分 我不要名分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够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治好宋人 薇薇安的保证 让齐君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更放心让宋人跟薇薇安待在一起 而薇薇安更是将他的双手 摞在自己腰上 那你 可以慢慢接受我吗 这次 齐君没有拒绝 他直接将薇薇安抱在怀里 但他脑子里想的 却是宋人的样子 他多希望 能够跟他如此拥抱的人是宋人 宋人能像薇薇安一样 他等了他那么久 但是 想得太多 终究还是一场空 他知道眼前的人不是宋人 而他心里的人 却始终是宋人 齐君跟薇薇安回到家以后 就跟宋人一起吃饭 而宋人已经对前两天发生的事 忘得一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